各位同學好 我們來看一下4-1的第二範例 這一題要考我們判斷最大間摩擦力 還有力的分解 最大間摩擦力的公式是上面這一個 它會有擠壓 摩擦力要先有擠壓 擠壓之後會讓兩個物體的介面 介面上的不平整會互相卡住 這時候左右要錯開它就不容易 所以正向力越大 兩個接觸面之間的不平整就會卡得越深 那就越不容易分開 那可是呢 還會跟兩個介面的材質有關 所以我們又多了一個係數是μs 用來表示兩個介面的材質的影響 動摩擦力也是類似的 公式也是跟最大近摩擦力一樣 都是這樣的形式 只不過它是一個定值 等到動起來之後就是一個定值 這兩個公式待會會使用到 那我們這裡有一張圖 我們把它放大 這個質量m45公斤 施力斜向拉斜向上拉25牛頓 楊角53度 近摩擦係數0.6 動摩擦係數0.5 動摩擦係數0.5 重力加速度是10 請問第一小題 桌面與木塊間的正向力是多少 這一題就會需要我們想到一件事 就是正向力不一定會等於重量 正向力不一定等於重量 那我們的物體 這個物體它的重量應該是mg 重量是mg 但正向力不是就剛好等於mg mg的話是5公斤對不對 乘上重力加速度G10 所以算起來是50 牛頓 可是呢 因為今天有向上拉 向上拉所以有一個分力 有一個分力 向上的分力我們稱為Fy Fy是多少呢 就是斜邊是25 斜邊是25 那它的角是53 3比4比5 所以Fy就是20 所以有20的力向上 50的力向下 那桌子應該還要給多少支撐力呢 還要給30 n等於30 這個列式可以這樣寫 牽直方向合力為0 所以它沒有 往上加速或往下加速 所以Fy向上的 再加上n也是向上的 就會等於向下的mg 所以上上的是20 n是位置數 mg是向下的50 所以這麼一來我們就得到 n就會等於30 這個刮虎n是牛頓 前面的n是正向力 意義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第一小題的答案 再來第二小題 木塊瘦的摩擦力是多少呢 那木塊瘦的摩擦力 它有可能是有動摩擦力 那就要看看是不是有超過最大劑摩擦力 什麼力超過呢 就是向右邊的這個分力 向右邊的 我們剛剛有把25 斜向上拉25 牛頓分解成千值的 這邊也要分解一個水平的 水平向的分力 那根據3比4比5 這邊應該就是15 15牛頓 好 那麼這個15牛頓的力 有沒有超過最大劑摩擦力呢 就要來算算看最大劑摩擦力 好 那最大劑摩擦力的公式 把數字帶入 在上一題我們知道 N是30 題目告訴我們 劑摩擦係數0.6 那所以呢 最大劑摩擦力是18牛頓 那因為今天呢 水平推力是小於 最大劑摩擦力 對吧 因為15牛頓小於18 所以它還是維持靜值 那維持靜值的話呢 我們所施的力 就完全的 水平方向的施力 完全抵消 被摩擦力抵消 所以呢 此時水平推力的大小 就會等於 摩擦力 進摩擦 所以 進摩擦力大小 15牛頓 這就是 第二小題 再來第三小題 如果 拉力變成了50 從25變50的話 那 摩擦力會變怎樣 如果 F 從 25 變成 50 那F 因為它的角度不變 則 F 會從 15變30 F Y的話 則是 20變40 那 第一小題的正向力 就會改變 因為這時候 往上的分力 從20變成40 那 所以變成了 新的FY 加正向力 等於50 可是 FY這時候是40 這樣的話 我們會得到 N就會等於10牛頓 那 因為N變小了 N變小了 可是 最大進摩擦力跟N有關 跟正向力有關 壓得越緊密 越不容易滑動 所以 這時候 新的 最大進摩擦力 也要算一下 那 就是 0.6 乘上10 也就是 6牛頓 最大進摩擦力 變小了 會不會比較容易滑動的呢 會 這時候就會滑動 因為呢 水平推力這時候是大於最大進摩擦力的 這就是在說 30 是大於6的 所以它在滑動了 那 滑動的話 就不是受最大進摩擦力 是受到 動摩擦力 那動摩擦力是多少呢 也是一樣 跟正向力有關 還要乘上動摩擦係數 0.5 所以 這個 正向力是10 動摩擦係數是0.5 乘起來 最後就是5 答案就是5